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医上把情绪分为七种 喜怒 忧思 悲伤恐 然 怒伤肝 喜伤心 撕伤皮 忧伤肺 恐伤肾 每一种情绪的毒虽无色无味 却可以渗透到五脏六腑 不仅会毒害你的身体 还会影响你的家庭 甚至会毁掉大好的前程 生命不过三万多天 很短 也很贵 千万别让情绪毒害你宝贵的人生 据数据统计 目前两百多种疾病 百分之七十以上都和情绪有关 世上所有的疾病 都是坏情绪种下的毒 人生一次气 愤怒 悲伤 抑郁 都会增加身体免疫系统的负担 一次次的累积之后 免疫系统不堪重负 重病重症就会找上门来 最常见的由情绪导致的重症 便是抑郁症和乳腺癌 据世卫组织统计 全球每年高达一百万人 因抑郁症自杀 而在中国 抑郁症患者已达九千万 抑郁症已经成为 仅次于心脑血管的人类第二大疾病 前段时间 邻居张阿姨总是愁眉不展 寸步不离地陪着儿子 怕他想不开 原来十四岁的张阿姨儿子 表白一位女同学被娶 内心遭到重大打击 而导致郁郁寡欢 我们不禁感慨 如今经济进步了 孩子的承受能力 及情绪管理能力 却这般不堪 他开始把自己关屋子里 不说话 不去上学 不吃饭 不愿意和任何人交流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两个周 可把张阿姨急坏了 偷偷抹眼泪 无奈向老师求救 老师请了心理医生到家里开导 通过初步测试 张阿姨的儿子竟确诊为轻微抑郁症 匪夷所思 仅仅两周的时间 情绪的毒已经滋生为轻微抑郁 若长期悲伤 生气 发怒 则后果不堪设想 王恒进老师 则通过调查表明 青少年是抑郁症的高发人群 实在让人堪忧 真不得不时刻警惕 坏情绪对身体的毒害 还记得那位32岁确诊乳腺癌 痛心说出 别再生气了 真的会死的姑娘吗 因每天婚姻里的鸡毛蒜皮 孩子教育的问题大发脾气 生闷气 32岁便确诊了乳腺癌 32岁人生才刚刚开始 却差点要遗憾地 向这个美好的世界说再见 所以生闷气 还有一个可怕的名字 便是癌症性格 你生过的气 最终都会体现在你的身体里 长期的坏情绪 真的会要了人宝贵的生命 幸福的家庭千篇一律 不幸的家庭 却各有各的不同 除夕之夜 我刷到一条视频 一位女孩五年 不曾回家过年 只因害怕面对父母的争吵 害怕那种没有温度的场面 她说这个视频发出去 会被骂不孝 但她却仍然坚持发了 其中一句很扎心的话 有的父母是父母 有的父母却不是父母 怎样的痛 才能让她宁愿一个人 待在出租屋承受孤独 都不愿回家 怎样的绝望 才会让她冒着被唾弃的风险 都要说出不是所有父母 都是父母的感慨 怎样的痛 才能让她宁愿一个人 待在出租屋承受孤独 都不愿回家 怎样的绝望 才会让她冒着被唾弃的风险 都要说出不是所有的父母 都是父母的感慨 这让我想起苏明玉父亲 在派出所污蔑明玉要害她 也不禁感叹 怎么会有这样的父亲 看见房四锦的母亲 咄咄逼人要钱的模样 也不禁唏嘘 母亲怎么会如此 对待自己的孩子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语言上虐待孩子 道德上绑架孩子 生活中也有一些这样的父母 孩子成绩不好 马上吼道 你怎么那么不成绩 供你读书花那么多钱 累死累活有什么用 这些刀子一样的言语 不只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 也伤害了自己 原本是最亲的人 却让坏情绪变成了最生疏的人 极端的情绪 往往会一点点侵蚀着一个 原本完整的家庭 无形中拉近与子女的距离 在父母经常争吵 环境下长大的孩子 会自卑 会无比缺乏安全感 甚至会自闭 你好李幻英里面 有一句经典台词 我的女儿 我只要她健康快乐就好 简简单单14个字里 包含太多的宽容 太多的爱 太多的付出 要想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首先父母必须有一个好的情绪 很好的交流 和谐地相处 自然而然 孩子会变得快乐 很多女人经常在家里 因一点小事乱发脾气 最终老公厌烦 孩子远离 自己付出一切 却遭到一身嫌弃 而很多男人在外受了委屈 回家来吼老婆吼孩子 最后感情淡了 家也散了 多少感情败在了 不好好说话 多少家庭败给了坏情绪 多少孩子的童心 死在了爸爸妈妈吵架 乱摔东西 面目猙獰的那个晚上 坏的情绪 终将毁掉宝贵人生 其实所有的坏情绪 最终买单的都是自己 坏情绪的可怕之处 在于她的脸所反映 小新毕业于985重点大学 是某上市公司重点培养对象 因为她快速地适应能力 及学习能力 深受领导上市 她的薪水比普通大学生都高 所属岗位也为重要岗位 正当公司领导决定提拔她的时候 她却因感情问题 开始怠慢工作 成天发火 逢人便抱怨自己感情的不顺 每天闷闷不乐 还经常在宿舍偷偷地哭 一个月下来 公司领导开始约谈 本想再给她一次机会 希望她可以重新来过 可坏情绪上来 不但没有珍惜 反而觉得有人在打台小报告 长期负面情绪让小新日渐消瘦 无精打采 同事远离 男朋友也和她分手了 两个月后还被公司劝退 原本前途无量的人生 却因一份不值得的感情 硬生生让坏情绪 折腾到人才两口 著名的菲斯天格法则说 生活中的10% 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 而另外的90% 则是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 如何反应所决定 春节期间 飞机上的所有乘客 需要填写行程及原因 一位乘客就简单写了两个字 回家 一位空少很礼貌地 告诉这位乘客 必须写明从哪里飞哪里 以及详细地址和原因 乘客不耐烦地开始发火 我就不写 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是不是还不飞了 空少没有再与他继续争执 但这位乘客 踩下飞机就被带走了 因天写不明 需要单独审查 一时的痛快 其实需要多时的痛苦 来为其买单 如今 工作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 是自我价值的体现 可多少人 因为一时不开心 轻而易举 说出辞职 最后 回不当初 又有多少人 因为别人的一句批评 冲动 便拳脚相向 最后却触犯了法律 坏情绪就是这样 一步一步毁掉了 原本美好的人生 情绪稳定 才是一个人的高配 如今很多人花重金去养生 可他们却忘了 养生的前提是养心 惜命的最好方式 便是有一个稳定的情绪 在日本 有个古老的语言 有一次 一个武士质问禅师 让他解释 何为极乐世界 何为地狱 禅师斥责道 粗陋之辈 何足论道 武士感觉到受了侮辱 他从刀鞘里拔出长刀 吼道 如此无礼 我杀了你 武士突然醒悟 禅师所谓的地狱 是指他容易受到 愤怒的控制 于是平静下来 放刀入鞘 向禅师鞠躬 感谢指点 禅师又说 此为极乐世界 预言中 武士被语言刺激后 情绪激荡 失去理智 暴跳如雷 甚至要行凶杀人 可是他一旦控制住了情绪 便会谦卑平和 虚心向穴 不仅懂得了感恩 人也变得柔软许多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全凭你怎样把控情绪 我很喜欢公司一位领导 他年龄和我父亲不相商下 但我们的交流 却完全没有带够 几年来 我从来不曾见他发过火 或者郁闷过 他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 无论工作生活上遇到再大困难 他总能保持稳定的情绪 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 52岁的年龄却有着25岁的少年之心 52岁的容颜 却比40岁的人看起来要年轻 因为他性格好 很多人都很喜欢与他相处 一路积攒了很多好人员 原本超过35岁 已经不能提拔为重点干部 可他50岁的时候 却被破格提拔为长长 这便是稳定的情绪 给予他最好的回馈 年轻的面向 年轻的心 美好的前途 人这一辈子 挣钱的能力 其实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有钱 不一定意味着幸福快乐 而稳定的情绪 即好好说话 却可以带给你 意想不到的财富 拿破仑说 能控制好情绪的人 比能拿得下一座城池的将军 更伟大 稳定的情绪 才是成年人最高级的修养 情绪稳定 也才是一个成年人 最该有的高配 如果你去看一眼 清晨人山人海的医院 看一眼ICU高额的医疗费 你就会发现 人生真的很贵 没什么值得你去用命去博 远离了坏情绪 便远离了很多的毒气 拥有稳定的情绪 便拥有了好的身体 其实很多事 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糟糕 很多人也没有 我们以为的那么重要 有些话换一种方式说 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很多人压一压 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这世间我们只能来一次 不仅仅是来看遍湖海山川 走过平湖烟雨 更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 从今天开始 和坏情绪说弄 眼里有光 心中有爱 微笑向阳 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 在天地的尽头 会一会更好的自己 共勉 未经许会